因为柳如烟弟弟犯事 柳如烟拿我和他的安爱视频威胁我 如果我不能让他弟弟平平安安 他就用视频恕我强暴他 到时候 看是你坐牢还是保持我弟弟 二选一 你选一个吧 我笑了 几年的感情原来还是抵不过伏地魔 哪怕我说我这样做 就算成功保持你弟弟 那我在警局的职业生涯也到头了 柳如烟也毫不在意 我怒了 却也醒悟过来 二十四小好男友真是对我最歹毒的侮辱 去他妈的 这个女朋友我还不要了 刚刚才爱完的柳如烟立马换了副脸色 拿着刚才偷拍的视频威胁我 把我弟弟保释出来 否则我告你强奸 柳如烟脸色恢复正常 拿着手机威胁我 你什么意思 秦浩 如果你爱我的话 就应该帮我 我只有这么一个弟弟 柳如烟的弟弟刘虎前两天 因为在烧烤店调戏女生被拒 一气之下删了女生一巴掌 导致女生足耳失聪 现在还在一哭躺着 据说对方什么都不要 只需要刘虎得到应有的惩罚 可以说因为刘虎网上对他们一家骂声一骗 他根本没能力保释他 你弟弟犯错了就应该受到惩罚 现在是受害者希望你弟弟坐牢 你不应该找我 而是该去祈求受害者的原谅 到现在我还算很有耐心 我们已经找过了 对方要两百万 秦浩 只要您能拿得出两百万 我弟弟就能出来 我没钱 我和柳如烟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 两百万 我自己都没见过 秦浩 我有你的视频 如果你不帮我 这份视频我会上交到你领导的 这辈子 你的职业生涯就到头了 是拿出两百万还是毁掉的你的职业 你自己选吧 柳如烟似乎笃定我会选择两百万 毕竟我现在的工作 他也曾亲眼看见过我的努力 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至于两百万这个数字 他也知道我能拿得出来 之前我带他回我老家 他看见墙上挂着的照片 问我爸爸怎么去世的 我严谨一概说是因公殉职 也因为这 柳如烟知道我家赔偿了两百万 他的算盘 切切实实全打在我身上 我也突然明白了 为何今晚柳如烟的不配合 也后之后绝的知道了 晚上柳如烟一直喊不要不可以的用意 感情都是为了现在铺路 你今天晚上是非要让我二选一吗 没错 柳如烟还是那句话 是救我弟弟还是毁掉职业生涯 你选一个吧 对了 强奸罪好像也要坐牢吧 柳如烟补充一句 胜券在握的在搜索词条上查询 得到肯定答案后 笑得让我答案 我也是被他这句话惹得脑了 一股气血往上涌 我又问了一遍 你非要做成这样 秦浩 你知道的 我家需要弟弟传宗接代 我不可能不管他 所以 今晚上这也是你父母的意思 我问 柳如烟点头 我被气笑了 有种真心被别人践踏利用的愤怒 既然这样 那就分手吧 躺在旅馆床上的时候 我还以为刚才的一切是在做梦 可柳如烟 妻而不舍地发来消息 说他可以等 也可以当我刚才的话是气话 秦浩 我们迟早是要结婚的 那两百万到最后也有我的一半 现在不仅可以用来救我的弟弟 你也不会有事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答应 为什么不答应 因为他们把我当冤大头 我妈还没死呢 她就开始奠基那笔钱了 先不说我会不会用那钱 就是我妈给我我也不能要 那是我爸用生命换来的钱 我再喜欢他也不至于纯到这种地步 只不过柳如烟手上现在有我的视频 有点棘手 我立马询问了我当律师的朋友 问他恶意拍摄的内容在法律上怎么处理 只要是违背了女性的自主意愿都算强迫 况且 视频里柳如烟传达的信息也是被迫的 这种情况 你很难赢 秦浩 我建议你现在跟他好好谈谈 这种东西被他拿在手上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保护器真的会毁了你的一生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方点头 现在你只能哄着他 最好让他把视频删掉 可我不想被这种女人牵着鼻子走 我无力地捶了一下枕头 软绵绵的 心里的怒火是一点发泄不出来 憋得我难受 靠 第二天我还是回了家 柳如烟似乎知道我会回来 端上桌的早餐还冒着热气 刚好吃饭 他给我咬了一碗白粥 示意我吃了饭再说 一顿饭相对无言 吃得极其安静 直到我再也忍不住 问他 柳如烟 你还是昨晚的意思 阿浩 我也不想逼你 可现在这个情况也只有你能帮我吗 你想 要是你救了我弟弟 我们全家都会感谢你 我弟也会把你当亲哥看待 你多了一家人 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我们迟早都会是一家人 我弟弟也就是你弟弟 你帮你弟弟有什么不对 可你要的是什么 是两百万 是我爸豁出生命才得到的赔偿 柳如烟 你摸摸你的良心 我对你不好吗 我冲着他道 一桩一剑是我们在一起的各种事 情人节 七夕 跨年 生日 就连双十一 女神节这些 我哪一次没有给你准备礼物 就连你弟弟找不到工作 也是我托人介绍 后面你弟弟没干完 也是我每个月给他拿生活费 至于你 只要你提的要求 在我能实现的能力范围内 我从没拒绝过你一次 可现在 你拿我俩的亲密视频威胁我 你对我很好 我知道 所以 这件事你为什么不能答应 柳如烟还是非要揪着这件事 两百万 你家轻轻松松就能拿出来 可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 卖房子都不一定能凑齐 我爸妈对你怎么样 我弟对你怎么样 你都知道 说起这个 我无奈一笑 我是知道 有时钟无厌 无时夏阴春 我觉得用在我身上也特别合适 有时有求于我 各种好吃好喝的招待 可要是我把事办成了 一家人把我当空气 说我没点眼力见 就连我第一次上门 他们还当着我的面说 我带的礼物寒酸 刘虎也说 浩哥 我一直给你提的苹果最新款 你怎么没送我 那个时候 柳如烟还能帮我说一两句好话 也才没有让我到摔东西走人的地步 后面我再去 带上价值不菲的礼物 他们也算认了我这个女婿 看来 是我的退让 才让他们以为拿捏住我 觉得我好欺负 心痛 气愤 悲凉 柳如烟 你都说了你卖房子都凑不起 我和你家又差得了多少 我家没两百万抚须金啊 柳如烟说的理所当然 如果不是看柳如烟 跟我有两年的感情上 在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真想上去给她两巴掌 可我不打女人 我只能怒拍桌子 砰的一声 碗都蹦起一张膏 柳如烟 那是我妈的钱 此时此刻 明年人都该知道跳过这个话题 可柳如烟偏步 她觉得我只是打干雷的 生气归生气 只要她坚持 我总会缴械投降 我妈年纪大了 如果她有什么万一 这笔钱就是她的保命钱 活了这么多年也该活够了 这笔钱留着给我们过日子 不好吗 柳如烟轻飘飘一句话 听得我气血翻涌 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她居然咒我妈死 柳如烟 你想清楚再说话 什么叫活够了 我妈养育我这么多年 不说要我报答 赡养 一个人在老家不给我添麻烦 甚至在得知我交了女朋友后 还给我贴补 这一直让我很羞愧 这笔钱 我是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开口要走 柳如烟也怒了 秦浩 我却你也想清楚再说话 是你和你妈过一辈子 还是和我过一辈子 你也别忘了 我手上还有你的证据 一则刻意偷拍的视频 成为她的上方宝剑 我心好累 脑袋变成一团江湖 瞬间丧失思考能力 我沉默了 柳如烟却自以为拿捏住我 自顾自的道吃的很坦然 我看着她 像是要把两年来没看清楚的 一次性看明白 可越想我越毛骨悚然 好像到现在我才明白 我自以为的爱情 其实在她眼里 只是可利用的筹码 到现在狮子大开口 这一切都是她计划好的 哀莫大于心思 我不想被牵着鼻子走 我一定要破开这个局面 一晚上 我询问朋友 找了相关资料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被我找见破解之法 我的朋友告诉我 如果他们用视频威胁我就犯 那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拿捏他们的把柄 可有什么办法呢 他们想要钱 你就把钱给他他们 但是 这笔钱不能是你送的 必须是借 到时候 你就可以拿着这笔钱的欠条 让他们把视频删除 既然他们说 可以用视频把你送上法庭 那你也可以凭借借条告他们 朋友的话不无道理 大不了到时候鱼死网破 想通这一点 我心里郁结的气才算通了一点 第二天一早 我等着柳如烟开口 可他却说 我爸妈今天会过来 他们有话跟你说 我点头 他爸妈来了再正好 约莫一个小时候 他父母上门 踢着一袋在路边摊买的橘子 就过来了 我看着那袋橘子 烟搭搭的 像是放了好几天打着出售的 这种东西 呵 我冷笑 求人也要拿出一个态度 诚意来了 也对 也许在他们心里 这不是求我 而是通知 几人相互递了个眼神 柳如烟妈妈率先开口 小浩啊 你看我老两口都来求你了 小虎也是你弟弟 你拿两百万出来救救他吧 受害者那边一直在催 说这个月月底必须给他们 否则他们就要小虎做牢 今天已经25号了 距离月底还有6天 他们越急切 我想 那我提出的要求 他们答应的越容易 好啊 我答应你们 我也难得废话 我的爽快让柳如烟诧异 他求了我好几天 他的父母两句话 就把我说同意了 不过我现在只拿得出来一百万 你们家不是有套房子吗 一百万肯定能卖出去 不可能 柳如烟母亲拔高音调 我们不可能卖房子 卖的房我们住哪 现在是就刘虎更重要 没几天了 到时候把房子便宜一点卖出去 我们再凑凑肯定可以 你家不是有钱吗 你拿得出来我们凭什么卖房 而柳如烟父亲还算沉得住气 撇了眼柳如烟妈妈 漫幽幽点了根烟道 小浩啊 实话告诉你 我们今天过来不是和你商量 是必须让你拿这个钱 你要明白一件事 如果我们把视频交给警方 我们想要多少钱都可以 现在把选择权给你 是我们还念着一份情 你别辜负我们的一番苦心 柳如烟父亲不愧是一家之主 几句话下来好像还给了我颜面 可私底下的龌龊却已经声区发烂 不过 他们不会答应是我预料到的 我这样说 只是在给自己增加一个讨价还价的余地 而且一上来就说写欠条 按照他们的性格 怕是他们也不会同意 所谓抛砖引玉 后面的话才是目的 我是能拿得出来两百万 但我不相信你们 毕竟现在我和你们女儿只是在谈恋爱 如果我把钱给你们了 你们跑了怎么办 到时候我岂不是人才两空 你们也不要说什么视频在手上 如果两百万没了 我也不怕跟你们一起死 这两年因为钱的事情自杀的人也不在少数 而且 他们知道我的性子 我是做得出来的 对他好的时候可以把心情都给你 可要是惹火我了 我也不怕死 所以 你的条件是什么 柳如烟爸爸是能懂我话里的意思的 说实话 我跟烟烟在一起两年了 也把刘虎当成弟弟 现在他出事了 我肯定不能坐视不管 但你们都说了 两百万不是我们这种普通家庭能一下拿出来的 就算有我爸的赔偿金 我也要给自己一份保障才行 所以 我的条件很简单 你们把视频删除 并给我写一份欠条 去公正 然后我才给你拿钱 不行 又是柳如烟妈妈 总喜欢大喊大叫 视频可以删 但我们不写借条 我明白他们不愿意的顾虑 视频无关重要 可写了借条意味着我们之间变成债务关系 那么他们拿的钱就必须要还 但我早已想好应对之法 这个借条的事你们不用担心 只要柳如烟跟我结婚 这笔钱就是我和他的 所以 烟烟的钱怎么会让你们还呢 现在让你们写欠条 只是给双方一个个保障 但至于你们什么时候还 究竟还没还不还是 我说了算吧 叔叔阿姨 只要你们确定烟烟能跟我结婚 这个借条就是个摆设 他们犹豫了 却也没有答应 好久以后 柳如烟妈妈才说等他们回去商量一下 我答应了 给足他们时间 但走之前 我还是很友善地提醒他们一句 不过你们要考虑快点 柳虎那边不等人 等他们消失在小区 身边的柳如烟还想让我妥协 行号 你让我爸妈写欠条 这不是存心让他们难堪吗 此时 我也没有的好脸色 拿起衣架上的衣服也准备出去 你偷拍视频的时候 就没想过也会让我难堪吗 七 出门后 我先是找到警局的同事 让他们帮我演个戏 制成之后请他们吃饭 他们从我嘴里听见柳如烟一家的嘴脸 愤恨不平 你放心 这是哥们帮你 得到他的道肯定后 接下来 我还要去受害者一家 两百万我是肯定不会给的 为了让柳如烟自食恶果 我还需要受害者一家的帮忙 只希望 他们能好说话些 我封了个红包去医院 找到病房 此刻 被刘虎打伤的女生正在休息 身边没有其他人 我进去后 直接表明身份 你好 我是某某骗区的警察 性情 顿了顿 女生一听刘虎 身体控制不住的站立 摔着东西嘶吼着声音让我滚 我只能往后退 急于解释 你别误会 我是来 可女生根本不听我说话 因为她的剧烈反应 手上的针管脱落 仪器也在滴滴滴作响 这边的吵闹惊动了医护人员 也把女生的父母喊了过来 我退到门外 我还是莽撞了 我没想到刘虎给女生带来的伤害这么严重 医护人员赶忙稳定女生的情绪 把仪器重新插好 医生让我赶紧离开 我也只能先走 想着下次再来 却被一道声音喊住 秦浩 老师 我没想到刘虎伤的人居然会是我大学老师的女儿 老师给韩晴晴解释我的身份 说我不说坏人才总算让人稳定下来 可她的眼里却依旧有怒火 对着我咬牙切齿 你过来是有什么事 韩老师问 爸 她是打我那人姐姐的男朋友 她肯定是过来让我们撤诉 原谅他们 爸 你女儿都被打成这样了 你千万不能心软 韩晴晴说的话在她的立场很正确 加害者姐姐的男朋友 现在又是韩老师的学生 简直Buff叠满了 她可能以为我是想从韩老师这边的交情上 饶刘虎一次 只不过 事实恰恰相反 韩老师 我的确有这层身份 但是我今天过来 不是让你们原谅她 而是希望你们继续上诉 把刘虎家逼得退无可退 他们的恨他们明白 可我为什么对他们也有恨 韩老师是我的良师义友 我把事情经过全盘拖出 他们用视频胁迫我拿两百万 这件事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低头 这一家人多烂了根了 韩老师给我讲 柳如燕爸妈也来见过他们 当时他女儿刚从手术室推出来 左耳时聪 身上多处骨折 一家人忙得晕头转向 结果柳如燕爸妈 见韩晴晴长得的确漂亮 一合计告诉韩老师 说现在他们女儿变成残疾人 既然是他们儿子犯的事 他们准备让刘虎娶了韩晴晴 听韩老师说这话 我都能想象到韩老师那时的愤怒 他们居然说我女儿以后找不到好人家 他们是做好事 结成亲家事情就解决了 师母呸了声 他们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感激我女儿被打成这样还要嫁给他 太以为他们谁了 韩老师和师母也算交述了一辈子 身上的如河跟随了一辈子 这下 竟是因为刘虎一家破功 老师 既然这样 我们也该让他们尝尝恶果 老师欣然同意 只不过 老师 如果你们继续上诉的话 可能钱也拿不到了 什么钱 没想到几人在听见两百万数字后 恍然大悟 是他们那次撒泼打拐 说我们要毁掉他儿子 后面我们实在没办法 就说你拿五十万 这件事就有商量的余地 五十万 他们却给我说的两百万 不用想都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中间商赚差价都把手伸到我这来了 我让他们干脆将计就计 两百万是吧 那就要两百万 和老师商量好对付他们的办法 这下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当天晚上 我接到柳如烟打电话 打开免提 对方传来的却是柳如烟爸妈的声音 秦浩 你回来 我们有时跟你说 都火烧没冒了 他们居然还能用命令的口吻跟我说话 回到家 柳如烟一家人一脸愁容 就连柳如烟也像是哭过了一样 抽抽搭搭的 你们这是怎么了 我明知故问 丧天良的没良心 他们居然说如果明天没见到两百万 就要让我儿子去坐牢 柳如烟妈妈哭天喊地 真是掉进前眼了 明明一开始说到五十万 说完 有人咳嗽了一声 柳如烟妈妈才住嘴 但还是抱怨 就打了几下就要这么多钱 我看他们就是讹诈 秦浩 你是警察局的 你肯定有关系 你问一下 两百万算不算敲诈 我要告他们 我就不信没有枉法了 说要两百万 我们还真得两百万不成 这绝对是恶意敲诈 告他们 让他们一分钱都要不到 我就喜欢他们这一副法盲的样子 才更方便让他们掉进我的陷阱挣扎 我也不清楚 我只能找负责这件事的朋友问一下 我给朋友打电话 开了免提 让所有人都好好听听 从朋友口中 柳如烟一家听得清清楚楚 如果想要留虎平安回来 那只能花钱消灾 对方要多少比多少 这是唯一且仅有的办法 至于敲诈也是有这个嫌疑 但如果他们想要留虎安全 也只能给 并且 朋友还给他们带来了更重量的消息 对了 今天受害者一家来警局了 说要让留虎坐牢 起码十年以上 如果能用钱解决 最好尽快 我们现在拖着也是看在秦浩的面子上 但如果受害者家属继续过来 我们也拖不了多久 电话挂断 他们一家都瘫在那了 而我也真想给朋友输个大拇指 他这临场发挥真是帅呆了 这个时候 柳如烟爸也不端着了 小浩啊 我知道你是个乖孩子 你也听见了 现在大家人就要钱 如果我们给不了 小虎就要坐牢 十年啊 等他出来这一辈子就毁了 柳如烟也在旁边说 秦浩 你看在柳虎叫你哥哥的份上 你就把钱给我们吧 人命关天的事 你不能不管了 柳如烟妈妈 盛起凌人的气也没了 小浩 我早把你当半个儿子了 这下 你必须得救救你弟弟啊 我看着他们现在这个样子 心里总算爽快不少 但我脸上也装得很为难 阿姨 不是我不给啊 我也说了 只要你们把视频删了 把欠条一写 我立马把钱给你们 到这个时候了 他们还来回合我扯皮 直到柳如烟爸爸一拍板 视频可以删 欠条不能写 这样吧 我装作很大度的样子 视频删掉 至于欠条就写结婚后抵消掉 这两百万就相当于是给奄奄的彩礼 怎么样 叔叔阿姨 你们也要明白我的难处啊 如果你们再犹豫不决 小虎就要多吃一天苦 现在是就小虎要紧了 行 但是要说好 你确定是给奄奄的彩礼钱 柳如烟爸爸问 你放心 只要我和奄奄结婚 这笔钱就不需要你们还了 只不过 我根本没打算和柳如烟结婚而已 我当着他们面把借条写好 欠条落字画押 还有我的律师朋友公正 视频也被他们删除掉 这下 时局逆转 晚上 一切尘埃落定 等柳如烟父母离开后 柳如烟穿着一身清凉的衣服 站在我面前 双眼含羞待怯 老公 事情终于解决了 我们 我推开他 这次摄像机藏在哪 怎么 刚把视频删了 你又想再来一次 柳如烟身形一致 脸色由红转白 老公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 一次两百万 柳如烟 你太贵了 不过借此 我正好出去透气 和我一众朋友好好庆祝 老师那边我也打了电话 说问题已经解决了 为了感谢老师的配合 我给他们打了十万 还给他们推荐了京都一家医院 让他们过去治疗 干杯 第二天柳如烟一家问我 怎么还没收到钱 我说我已经把钱会给受害者了 时间不等人 我把钱给你们 你们又要给受害者 太麻烦了 他们不医 你借给我们的钱 我们都没见到你就给别人了 秦浩 做人没有你这样做的 阿姨 晚一分钟汇款 刘虎在警局就要多危险一分 我这是在帮你们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虽说老师那边要了两百万 但依照他们的尿性 怕是撒泼打滚奖价 从中谋取私利 可你好歹也要让我们见见那笔钱 现在钱已经给了 你们就等着刘虎那边的好消息吧 不过是要加引号的好消息 我都这么说了 他们也只能作罢 喜气洋洋的穿着一身新衣服 在警局门口迎接刘虎 手上端着一叠豆腐 我站在车前 等待着接下来的好戏 刘虎被几名警察押出来 三人见状立马迎上去 柳如烟妈妈满眼心疼 小虎啊 你都瘦了 没事 等回家了 妈妈好好给你补补 说着 他看见了刘虎手上的镣铐 对旁边押送的警察道 我儿子都没事了 还不把这个晦气东西解开 可警察就是把他们和刘虎隔开一段距离 这是我们押送的犯人 请你们保持一段距离 什么犯人 我们一家拿钱了 说着 柳如烟妈妈再次冲上去 想从警察身上找出钥匙 可警察岂是凭他就能害怕的 他们再次提醒 请不要妨碍我们公务 我管你们什么公务 我们给钱了 你就应该放人 柳如烟把他妈控制住 他上前解释 警察同志 你们是不是还没得到消息 我们已经和受害者达成和解 他们同意不上诉我儿子了 我们并没有接到通知 你们关小 去问问 去问问肯定就知道了 可我那几个朋友连正眼都没给他们 我们只知道 受害者一家强烈要求加害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怎么可能 柳如烟爸爸不相信 拿手指了指我 你们要是不信可以问他 终于到我上场的时候 我站在他们对面 忍不住笑出声 既然受害者希望他受到惩罚 那我们就应该遵循受害者意愿 你们走吧 这里我来解决 刘虎被带走 走之前还在冲着他爸妈喊 我不想坐牢啊 我不想坐牢 爸 妈 你们一定要救我 简直把他妈心疼的 哭着奔过去 可最后 只剩下汽车尾气 究竟怎么回事 如你所见 我根本没把钱给受害者 我轻飘飘一句话 无疑一声惊雷 你说什么 你没给钱 秦浩 你怎么能骗我们 骗我爸妈 那钱呢 拿出来啊 我摆摆手 往后退了好几步 我根本没打算给钱 什么 秦浩 你什么意思 你说清楚 我们把视频删了 欠条也写给你了 你把钱给我们 给我们 刘如烟妈妈真是个急性子 又想冲上来翻我衣服 不过她应该急昏头了 两百万 我怎么可能装在兜里 好了 我控制住他们 如果你们再纠缠不清 小心我起诉你们 秦浩 你无耻 我无耻 究竟是谁无耻 从你们拿视频威胁我的时候 早该想到有这一天 说实在话 我已经是狠给他们脸面了 但他们让柳如烟来偷欠条 是真的纯到价了 我看着面前 在我枕头下摸来摸去 柜子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柳如烟 晃了晃手上的手机 你这算不算入室道歉呢 柳如烟也没有抓到的尴尬 右手一伸 欠条呢 要欠条 视频来换 对了 我们现在一家分手了 希望下次你进来的时候敲门 这房子是我一个人租的 当初因为柳如烟父母厚此薄笔 每月让柳如烟打钱回去 我怕他辛苦 压力大 这房子一直是我给的房租 现在 也是让他滚出去的理由 秦浩 你非要做得这么绝吗 好耳熟啊 没想到还能从他嘴里听见这句话 滚出去 后来 他们也找我求过几次 都被我用手上的欠条吓唬走 我告诉他们 现在我有欠条 只要你们再来一次 立马法院见 他们还真被吓住了 后来也再没找过我 直到后面 我同事说柳如烟一家被诈骗了 起因是他们找到一个律师 对方说可以帮他们打辩护 能够确保刘虎无罪释放 只不过需要一百万 他们也是病急乱投医了 好像是让你前柳如烟贷款了一百万 给那个律师 结果钱一到账人就跑了 那段时间天天过来哭天喊地 但我们一定要把钱找回来 他们还骂你呢 说都是因为你的原因 同事还在偷笑 问我需不需要知道骂我什么 不用了 他们不说 我也知道他们骂得有多难听 但是怪谁呢 这一切都是他们自找的 不过 以前柳如烟也真是可怜 后面我们告诉他们 那个骗子是个惯犯 这个钱根本追不回来 他们在警局直接打人 说都是你前任的错 说他害了他弟弟 当时那个场面 我们拉都拉不住 据说 柳如烟父母把一切都怪在柳如烟身上 甚至因为借款一百万 他们害怕让他们还 直接拖着柳如烟去断绝亲子关系 刘虎这边背叛了五年 他爸妈五十多岁的人 还在到处走关系 希望能把人救出来 至于柳如烟 我也是在两年后才有他的消息 当时我们接到一家宾馆 有涉皇嫌疑 一去 正好看见柳如烟一部蔽体到处藏身 同时 我还在房间里 发现一架正在录像的摄影机 正是刚才的画面 客人见状 一巴掌打在柳如烟脸上 见人 你居然敢录像 柳如烟因为射皇被捕 他看见我 羞愧得无地自容 怎么说呢 曾经套路我的方法 现在反噬到自己身上 只能说 自食恶果 全文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